自从陈晓和陈妍希公布恋情之后呢 两人不仅时常在微博上是互动秀恩爱 就连工作也是如影随喜 那前段时间呢 陈晓成功求婚 陈妍希更是献杀了一众的单身人士 这还不算 那最近呢 先后做客某档节目时呢 陈晓和陈妍希更是自爆 两人已经是准夫妻的状况了 对 因为最近刚买了一个新家 跟陈晓可以干吗 没有 都还没有弄好 最近快要装房好 因为上次陈晓来也是说在装修房子嘛 嘴上说着不是和陈晓一起买的房 但那腼腆又害羞的表情 已经赤裸裸地出卖了他 而且姑姑你不会不知道 在上期的节目当中 你的过儿其实已经都一无一时地坦白了 因为我之前在北京都是租房 现在呢 现在刚刚在装修新房 我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 那个提前祝贺一下 因为按逻辑 你想想看 求婚了 然后新房装修 应该就是 好失神 对吧 要说87年出生的陈晓 现在连30岁还没有到 这么着急 这定下来在娱乐圈里也不太常见 想必姑姑一定有什么绝世功夫吧 按摩很厉害 他老师要试试看吗 哦 不是上了年纪啊 他说哇你很有力气 我非常有力气 手指手指吗 哦他手指很有力气 演员拍戏劳累又辛苦 回到家能够享受到老婆大人的按摩 想必是很多人梦为以求的吧 不仅如此 陈延熙其实下厨呢 也是有一手 他会做饭吗 他会 他会做就是麻油鸡 他做起来好像还蛮快的 那个好像对他来说就比较熟练 又能够抓住陈晓的心 又能够抓住陈晓的背 陈延熙这个陈太太的位置 那可是过得妥妥的路 先因为在线边 我这边就能够抓住